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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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授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请诸位大德翻开 大波涅槃经 经本 第一卷 第二十一开始讲起 这北本它一共有四十卷 这个是第二十一卷 南本是三十六卷 北本有四十卷 这是二十一卷 北梁天主三丈 谈吾颤奉朝矣 北梁是五福十六国中 最后的一国 他是在南北朝时代的 北朝之前 这个一个国家 这个天主 是主 印度 天主 翻成中国化是月 月亮的月 印度人 他们认为 他们四代都有圣贤 所以他们受到圣贤的教化 国民的生活 都像在沐浴 在清凉月以下 非常的愉悦 安心 所以这天主 这是指印度 在北梁时代 有一位从印度来的三丈法师 这精通精力论三丈的法师 名谭吾颤 谭吾颤 翻成中国话叫法风 也就是精通佛法 对佛法非常的深入 非常的精通 又翻译成首富 他不仅仅精通佛法 又能够扶持正法 首富正法 谭吾颤法师奉朝矣 是奉北梁王 居起蒙孙 他的招 招请 翻译这部经典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二十一卷的这一品是 光明骗照高贵得王 菩萨品第十之一 那这光明骗照高贵得王 这八个字 这是菩萨的名号 这位菩萨的名号 有八个字 这八个字 也就是 涅槃三德 德自在无碍 那光明骗照 那光明骗照就是指 波若德 向大 原造十方法界 无所不觉 无所不照 所以光明骗照 这是指 波若德 向大 那高贵 是指 法身德 重赛法界 唯一不是他所显现 所以 佛陀降生在人间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就说道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所以真是高贵至局 只有 清净法身 幻现十法界 三千处法 我常讲 他是个活体 空明 不灭 聚恒沙妙德 无量的神通妙用 所以真是高贵至局 是法身德 那德 是指 用大 卸脱德 能够普入 无量的法界 教化众生 无有障碍 所以德 能够观机所法 弃力弃机 度众生 从烦恼的此案 生死烦恼的此案 到卸脱自在 无爱的彼岸 所以这德 只用大 卸脱德 王 自在无爱 国王 他想做什么 都可以实践 因为他不会 使到人家的 感受 宰相还是在 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 那这个王 他只是在 万人之上 没有在谁之下 所以叫天主 天之主了 这网友表发了意义 那菩萨 是觉悟的 有情众生 又叫做大道心 的众生 菩萨 这位菩萨 的名号 法生德 波罗德 谢托德 自在无爱 能够普度 有情 那这是 这一品是 第十之一 那北本 一共有十三品 那这是 那 南本 有二十五品 他把它分 内容一样 可是他把它分的 比较细 那 这个北本 只有十三品 这是 第十品 那 第十品 有六个部分 它分成 六个部分 那 这是 第一个部分 所以称之为 第十之一 那 这一品 光明片照 高贵德王菩萨品 这一品 是因为 佛陀 他 以其说法的 只要对象 佛陀 跟他对谈 说法的 只要对象 所以 以光明片照 高贵德王菩萨 品 为品名 品提 因为 这一品是 佛陀 为他 对谈 开示 来解众生 的疑惑的 那这品的内容 在解说 修学 《涅槃经》的十四功德 十种功德 而这每一种 十种里面 每一种又 各具 数种 所以不仅 十种功德 数十种功德 但是统设成 十四功德 以及探讨 涅槃 是否无常 这涅槃 是不是无常 或是一德 永德 一劳 永义 在这里解释 这个问题 让大家知道 涅槃 一德 永德 是一劳 永义 让大家生起 绝对的信心 以及说明到 一产体与佛性的关系 这一产体 可不可以成佛 可以 一产体也有佛性 也可以成佛 这个是在 《大波涅槃经》 才有说明到的 还有呢 这个涅槃 一般 我们讲有 偏真涅槃 有真地涅槃 有中道无助处涅槃 还有我们这 无上大涅槃的 三德涅槃 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说明 这无上大涅槃 不是灰身明治 而是现世得到自在泄脱 佛生生都能够开显着 既法生 既剥弱 既泄脱 各既常乐 我尽教化众生的这种功德 所以 如来 释迦摩尼佛 比努尽那如来的 硬化身 到我们 苏婆世界 南沿湖 南沿湖 提这个地方 教化众生 你看他这个活生生的 他四限三德涅槃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 释迦摩尼佛 把他的 硬化身 他在苏婆世界 四限成佛 他的本尊是 比努尽那如来 这只是 释迦摩尼佛在 苏婆世界的 硬化身 现前而已 集合现前而已 充满了虚空法界 这在《法华经》里面 说明得很清楚 所以是现世其德泄脱 而不是入 拼真涅槃的 灰真敏制 灰真敏制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 同时呢 也说明 德政大涅槃的 四种静音 还说明 心的本性 以信空跟修空的不同 等等差别 所以这一瓶 分量很大 而讲得都非常重要 他的心地法门 那我们 请看经文 二十四尊 告光明 骗照高贵 德王菩萨摩佛萨言 善男子 若有菩萨摩佛萨 修行如是大涅槃经 得十四功德 不以身文 辟之佛共 不可思议 文则精怪 非内非外 非难非欲 非相 非非相 非是事法 无有相貌 世间所无 何等为实 一则有无 何等为无 一则 所不文则 而能得文 二则 文理能为利益 三则 能断以后之心 四则 慧心正直无趋 五则 能知如来密葬 视为五四 何等 不文 欧能得文 所谓圣身 唯密之意 一切众生 稀有佛性 佛法众生 无有差别 三宝信像 常乐我尽 一切诸佛 无有必尽 入涅槃 则 常住 无变 如来涅槃 非有非无 非有 非有为 非无为 非有肉 非无肉 非色 非不色 非民 非不明 非像 非不像 非有 非不油 非物 非不物 非因 非国 非代 非不代 非民 非暗 非出 非不出 非长 非不长 非断 非不断 非死 非中 非过去 非未来 非现在 非因 非不因 非入 非不入 非戒 非不戒 非十二因缘 非不十二因缘 如是等法 圣身为命 其所不闻 其所不闻 而能得闻 非有不闻 所谓一切外道 君书 是批 托论 批加 罗论 卫世 诗论 家匹 罗论 一切 咒数 一方 记忆 日夜 博蜀 心术 应变 图书 千计 如是等经 初未成文 秘密之意 经以此经 而得知之 富有十一部 经 除 批佛列 也无如是 深密之意 经 因此经 而得 知之 善难之 世民 不闻 而能 得闻 这儿时 世尊 告光明 骗照 高贵 德王 菩萨 摩萨 言 这儿时 是指 释迦牟尼佛 为 再会的 菩萨 摩萨 以及大众 说明 成就 无上 正等正觉 最圆满的 佛果 要修行 这菩萨 五行 也就是 圣行 幻行 天行 婴儿行 并行 那佛陀 为大众 说明了 以后 加塞 菩萨 跟佛陀 报告 我 听了 佛陀 的说法 以后 我坚定 信心 能够 行持 五行 这时候 佛陀 就 告诉 加塞 菩萨 他说 这五行的 音源 这早 就已经成熟了 不仅仅 加塞 菩萨 能够 行持 五行 在以后的大众里面 有九十三万菩萨 都可以行持 这五行 那今天佛陀 开释这五行 鼓励还没有 发起五行的 这些 修行人 以及二圣人 要发心 行持 这五行 像这些 已经 行五行的 菩萨 学习 所以你们 有问这里 有这么多菩萨 就已经在 实践这五行 你们不怕 有以后 佛陀 跟大家说明了 这五行的 殊胜以后 同时也证明 与会中 有这么多人 已经在修行 这五行 要成就 五上 菩提国 所以这个 二十四尊 就是把 这五行 介绍完了以后 接下来 佛陀就告诉 光明 骗照 高贵 得往 菩萨 蒙佛萨 这位菩萨 也是法生 大事 所以是菩萨 莫佛萨 是大菩萨 告诉他 善男子 若有菩萨 莫萨 修行 如是大涅槃经 得十四功德 不宜 身闻 辟之佛 共 你看不禁 这五行 菩萨的五行 成就 无上 正等 正觉 吃住我们 大波 涅槃经 而且已经有 这么多菩萨 在实践了 佛陀 在位 以德 光明 骗照 高贵 德王 菩萨 正 法生 神波洛 解脱的菩萨 摩托 摩托 为他说明 他的当机众 因为他的成就 是涅槃三德 这涅槃三德 也是这 菩萨 这名号 就是他一心所要追求的 所以这涅槃三德 就是佛国 无上的佛国 每一个修行人 都想要正德 都想要正德 怎么正德呢 佛陀 就告诉你看 名号就是这三德 涅槃的菩萨 以他为当机众 我告诉他 假如有菩萨摩萨 修行如是大涅槃经 在修行 我们这部经 如是 这是讲 我们真如的大基大用 如是体 是是用 如是本体界 是是现象界 如果你能够正德 这本体界 就是现象界 那你就正法生 所以你能够正德 本体界 这现象界 你就可以 从一中观一切 平等中观差别 所以要修行 如是大涅槃经 原来这大涅槃经 所讲的 那么分量那么重 要叫你正德 如是这两个字 如是 法生 法生德 是就是剥落德 卸托德 所以如是体 是是用 是最圆满的作用 从体起用 舍用归体 体用不二 体用一如 所以如是这两个字 安在这大波涅槃经 正式显示 修学大波涅槃经 能够正德 我们如来藏 妙真如性的 大基大用 所以能够修行 如是大涅槃经 得十四功德 有十四功德 有十件大事 那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复 功德是你能够开发你自信的德能 所以自信的德能 是不可思不可义 如果心修复感德的神通等等 那都是可思可义 如果是你感德 你自信开闲出来的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那是世事无碍 一毛端现保王岔 否则在里面转大法轮 大小无碍 过去现在未来 同在一念间 这是自信功德 才能够做得了 一念间 原造浩瀚的十方法界 无所不达 这是自信才有 这功德是不可思议 六祖非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 把这功德解释得非常的详细 你修学的入阶 内心千下为功 外心一里为德 这是在实践上 表现出来的样子 但你真正成就的时候 那就是大机大用 法眼睛所讲的 那十宣门就是自信 功德的开闲 就是如是的妙用 所以他可以得到 这十宣的功德 所以这十宣 如果要广说 说不尽 就像我们 法眼睛所讲的十宣门 那个十是代表圆满 无量无边的圆满 如果真正要讲 也一样 这个宣门讲不尽 这是自信的功德 如红河沙 这个自信的功德 不以身文披之佛共 那当然不以身文披之佛共 因为身文披之佛 用的是新意识的千流 而功德用的是佛性 是真如 是佛性 不一样 所以新意识的千流 还有思维 所以新意识的千流 有异生生 所以如果你没有正法生 有异生生 全教佛萨 十回向 他还在新意识的千流中 还是新意识 不理新意识 十回向的佛萨 他修 洗两边分别止 修中关 还是新意识 所以他有异生生 所以他异生生 这四位一动 人就到了 有的数量可以硬化 数量很多的异生生 但如果你是用佛性 不需要 众生有感 菩萨有应 完全是感应道教 不需要提一个心 不必动一个念 所以叫法生不动 他说不动 众生有感 自然感应道教 不必起心动念 不可思议 同时也可以 自己无所助而生其心 一念情 就到任何地方 完全是得大自在 所以叫王 卸托德 大自在 没有一件事情有障碍 所以在法身境界里面 在佛法界里面 是没有障碍的世界 但是来到人间 人间有障碍 是人有障碍 不是佛有障碍 在佛法界是毫无障碍 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 是毫无障碍的 这是宇宙的真相 那大家就想 为什么在 在这个 佛法界里面 一真法界里面 会没有障碍 在我们人间法界 又有障碍了 我讲的 我讲的比喻 大家都明白了 我们人间法界 就好像我们在做梦 梦没有醒 梦没有醒 那你做到噩梦 那只好被噩梦 吓得要死 做到 做到 这个恐怖的梦 很害怕 做到高兴的梦 很欢喜 吃喝玩乐的梦 很欢喜 那跟人家这个 那斗争啊 等等 那个很恐怖 所以有障碍 障碍一大堆 你根本改不了境界 那如果你梦醒了呢 你再重新去想那个梦境 毫无障碍 梦醒了 这所有都没有问题了 完全解脱了 一点困难都没有 梦醒了 以后你要什么想 想刚才做梦 碰到了 不一只 这个恐龙 古代那个大恐龙 现在把它想成一只壁虎 随便你想 它就变壁虎 完全你爱怎么想 这怎么想 诸佛不再就是这样 因为它整个境界 都在一念心体 就它的法身 由它这一念心 变现浩瀚的宇宙 所以在佛法界里面 是没有障碍的法界 那在人间 有人间的法 人间的困难 所以经上也讲 神通不能抵业力 这业力很可怕的 所以要知道我们 自信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这德实施功德 不以声文匹之佛共 因为声文匹之佛 还是在心意识的潜流 它真的涅槃 是偏真涅槃 所以他们对法身境界 没办法理解 不可思议文则精怪 这法身境界 太不可思议了 世事无碍 所以佛在金刚经里面说 我若把自信的功德 完全说出来 这众生一听 心生 以后 没办法接受 心生以后 乃至于不相信 甚至于毁谤 金刚经说得很清楚 我若记说者 众生文师 福以不信 说不定还会毁谤 这讲不尽 我们华言经所讲 这世事无碍的境界 那个分量是非常小 非常小 你看 龙树菩萨在龙宫 看了那个华言经里面 所讲的自信的功德 是三千大千世纪的 微成绩 那根本 我们看都看不完 所以只能够请一个最小本的 那八十华言最小的 你看我们有八十华言 有六十华言 有四十华言 金刚老法师 八十华言跟四十华言 合在一起 起名叫九九华言 那个量还是很小很小 龙公那个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成绩 把它磨成为尘 一粒为尘是代表一个微尘 你看它有多大 那个功德就是讲不完 我们就叫恒沙妙德 讲不完 你看我们 你看 你看 你造了某种叶 你不要看蚂蚁那么小 它也是造了跟蚂蚁相应的叶 这中间的叶是怎样会变成那蚂蚁的因缘 这只有佛知道 我们都很难理解 怎么会变成那个蚂蚁 但是那个蚂蚁你看 它的活动 它也跟我们一样 有颜老鼻舌生意 它也会思维 你看你蚂蚁碰它一下 它这样近一下 开始在继续行动 它一样会思维 你看它那么小 它竟然有 这个活动那么自在 我们今天人力根本没有办法用现在的科技来做这只昆虫蚂蚁 那昆虫蚂蚁是什么 自信 你自己造自己的 你那个业力它就给你献出来 真如自信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恒沙妙德 所以把真如自信的恒沙妙德 把它讲出来 纵神文哲精怪 不敢相信 所以不可思议 文哲精怪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臣佛道 有的人不了解 修行臣佛道 臣佛道 为什么要臣佛道 你把华眼睛看了以后你就知道 臣佛道的殊胜 以前世青仆 这个 世青菩萨 他是千部论书 他是学小圣的 对他大师没有兴趣 他的哥哥五左菩萨 想尽办法 请他过来 他过来以后 五左菩萨也不直接劝他学大声 他睡了房间 至今五左菩萨睡在他隔壁 古代那个墙壁很薄 根本不隔阴 他就在旁边念菩萨十地品 念念念念念十大十地 一品的殊胜荣耀 他今天非常感动 突然之间 他发愿 修学大圣 所以 他发愿到修学大圣 可是他想到他以前 毁谤大圣 所以他想要割舌头 做一些残害自己的事情 他哥哥说 你不干嘛做这个事情 你现在就利用你的舌头 去广宏大圣 利用你的手 去花扬这个大圣的经教 这不功德更大 你把自己杀了 把舌头过来有什么意义呢 他想了 对 所以 他弘扬大圣 没有接触不懂 所以 佛经常说 不读法源 不知佛家富贵 读了才知道 他的宝藏 富贵的宝藏 荣华 富贵 比世间荣华会更殊胜 所以文则精怪 这见信成佛 你会得到不诗意泄脱境界 不诗意泄脱境界 华眼经 讲得那么详细 统色在大波内盘经 就是既法生 既剝落 既泄脱 各既常乐我尽 这统色就是 既体大 既相大 既用大 体用 不知道体用 比如心想事成 事事无碍 再统色这两个字 如事啊 阿兰这样 如事我文 把佛法都理解了 都说穿了 说完了 不可思议 温者精怪 非内 非外 非南 非裔 非向 非非向 而这佛性 不在内外中间 内外之中间 是你起分别 没有一法 佛性没有大小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你要找佛性的体 找不到 所以六祖汇能 大叔说 本来 无忧何处 有尘埃 小而无内 所以他没有内外 没有内 他没有外 大而无外 对不对 他整个西空法界 他幻现出来的东西 所以一多相容 一多不二 大小相容 所以 一为尘如来 可以在里面 转大法轮 可以 戒指可以纳西米 大小圆容无碍 不可思议 所以他不是大小 或是内外 六祖汇能大师 本来无忧何处 有尘埃 汇可大师说 你心了不可得 对不对 法兰臣是说 说事优积不重 这个灰青黄 四百大小方言 哪里有内外 有内外一定有个体 他那体都找不到 小而无内 他们的体都找不到 他是一种功能 是个生命 是个活体 地域 空 空有接力的一种功能 他不是能量 他没有量 他没有量 他没有大小 这个道理 我常常要做个比喻 没有做比喻很难懂 就像我们第六四 他有没有大小 你不想让他找第六四 那因为我们现在是 在第八四 是我们 我们的 阿赖耶士 是我们的四神 阿赖耶士 种子集陷阱 陷阱 新种子 然后在果能变 因能变 变现第八四 果能变 同时生出七转四 所以我们知道 第六四 所以说第八四生出来了 七转四生出来了 但是你看得到第六四在哪里吗 没有啊 找不到 他这种功能 你找不到 可是他晚上一做梦 可以做过去 现在未来 可以做个 虚空滑绝的大梦 你看你找不到 那个第六四的梦 小无孽 他们找不到的第六四 他做一个那么大的梦 范围那么广的梦 那是第六四 第六四是什么 是我们佛性的浪向 生灭浪向 如果是佛性 他的本体 所以第八四是什么 是生灭跟不生灭的佛伙 那不生不灭就是佛性 这生灭就是因为他 一念不觉生三世 境界为恿长六出的生灭相续 那所以是种子起现形 变现第八四的 那个阴能变也是生灭性 也生灭相 然后在果能变 同时生出的前面七转 也是生灭相 都是生灭相 全都是生灭相 生灭相才看得有相 如果他不生不灭 你根本找不到他 第一空 空有皆底的第一空 所以他哪里有内 哪里有外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可是整个法界 都是他变现出来的 所以 你要 佛陀在金刚经告诉我们 你要见我们这个法身 见这个佛性 见如来 怎么见 若见诸相非相 既见如来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你竟然怎么见 你去哪里见 找不到 那也有一个方法 若见 那个如来就是法身 他叫做佛性 一样 若见诸相 非相 就看到他了 这一切 五音六乎 说出十八戒 这些相 非相 全相即信 全世纪理 如一夜 见到焉之道 他是火 他当体即空 他变出来的幻境 像梦醒过来 刚才那一大碰的梦境 原来就是第六诗 你第六诗找不到 那个梦原来就是他变的 第六诗你绝对看不到了 会清晃赤白 大小你去哪里看到 那那个梦就是他 行过来就是他 你要跟那个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的法身在那 你看不到 他变现了我们现在 正报生 今一报世界 这全体都是你之间的法身 这个一新变出来的境界 但是你现在以为他是石油的 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见诸相非相 这个全相即信 全世即连 信相不二 那就见到他了 这就见到法身 你要找法身体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没有内 没有外 那你找他 这么多他 他的圆满了 全体就是他 所以叫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所以非然非易 所以你要看到 这法身 你要知道 认识这个法身 要能够悟了这个法身 非难 也非易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他会清皇赤白 大小方言 米辛了不可得 你要去哪里找他 你找不到 你有心去找都找不到 就好像你要去看你自己的眼睛 你怎么看 如果你离开了镜子 你怎么去看 只能够看到 你所看到的就是眼睛看出来的 但你要看到你自己的眼睛 你看不到 我们憋开镜子不谈 你要用这样子来看自己的眼睛 怎么看得到 所以你要看到自己的法身 你去哪里看 所以他 非易 不是那么容易 但也不难 要什么不难 要悟 要开悟 悟了就死死在看他 因为众生日用而不知 天天在用他 天天不知道 再眼也见 再耳一纹 再笔能绣 再舌能长能缩 再生能知 再生能觉 再义能能知 再手能抓 再脚能奔 你天天在用他 可是日用而不知 所以以前 有位将军 他看到禅宗 这日用而不知 他说这什么东西 日用而不知 他就去问 玄沙师被蝉吃 蝉吃 什么是日用而不知 玄沙师 哎呀 你老远来 就试着切盘水果来 先用个水果 来来来 吃水果 吃吃吃 这个 这个将军 一面吃吃 哎呀 蝉吃啊 什么是日用而不知 蝉吃吃 哎 这甜不甜 嗯 很甜 很好吃 很甜 很甜 哎 蝉吃啊 什么是日用而不知 那很甜 你就多吃两个嘛 多吃几个 多吃几个啊 那将军说 哎呀 蝉吃我是来请教 什么是日用而不知啊 我不是来吃水果 他说这个就是日用而不知 对不对 我们天天在用它呀 所以也不难啊 对不对 你天天在用它啊 你看你在用呢 剑信你看得到吗 但是你真的就看到 那你要看到剑信的那个剑去哪里找 那文信你真的在听啊 可是你要找那个文信 你去哪里找啊 所以观音菩萨用反文文字信啊 用枪来看到它 要见信 如果我们往外去圆 那就变成是 而是 如果你不要去圆那个声音 反文文字信 那个声音原来是文信 文信我找不到它呀 它不晓得在哪里啊 但今天它可以听得到这个东西 是文信变出来的 文信才会会把这个声音变成像啊 那不是文信才有这个能力 把它变成像啊 所以那个声音 它就是文信跑出来 你不要去抓那个声音 一直在看着那文信 那这个文信显出来 闻到最后 静置双云 那就入流亡索啦 首入祭集啦 动静二向了然不深 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一步这样 一直到破四云正正如 这只是你要文 修反文字信 你也要懂这个道理啊 所以也非难非欲 那也非向非非向 非向什么 体大 既体大 非向 那体你去哪里找它 毕竟无有一法可得 真空绝向 这真空绝向 所以才用非清晃四百大小方言 说是一物既不中 真空绝向 但是非非向啊 对不对 你每天所见到的清晃四百大小方言 是借着跟神接触的人 它变出来而已啊 随时都在你六根门头 起作用啊 非非向啊 所有都是它 没有一法不是它 心法设法都是它 都是它变出来的 只是在我们有情众生 我们能够了解 我们有情众生 这个自信我们称之为 佛性 其实佛性法性真主都一样 同样一个体性 它变成了心法变成了设法 就像你晚上做梦 那个第六四变成了 有情众生 变成了无情众生 变成了三合大地 它都是第六四变的 但是为了让我们容易体验的到 对我们有情自己称之叫佛性 其实佛性就是法性 就是真主 完全一样 就是法身 完全都是一样啊 所以非向啊 非非向 没有一法不是它变的 文六语说出十八界七大 你的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分别都是它的 全都是保出来的 到处不是它的 所以念立法 无有不是活法的 所以有个 有个净土行者 那净土行者 它要提升 我常常劝大家提升 从四项阿弥陀金提升 到阿弥陀金要事 命中大事的 他在讲表法的 有修阴才有果 修八正道才有八功德水 对不对 修阴才有果 言其法 从这里再提升 阿弥陀金要绝 这是剥弱 修队大事讲写的 再来 幽西法师讲 阿弥陀金 缘中超 以天台的境界在解释 再提升 阿弥陀金 苏超跟演绎 苏超是 那个廉词大师 他在华眼境界在解释 提升 一面信念佛 用这句佛号 他在觉醒法门 来互烦恼 有像大使 鸭巢 最后 然后呢 公罗 你不接触在境中 既法圣既剥弱 那个剥弱是观照 是十项剥弱 那个法圣 也就是当体 这个十项剥弱 当你在活动 在跟神接触的活动 在洞中的时候 既法圣既剥弱 那个剥弱全体 就是观照剥弱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处事待人皆无 但是这个在洞中 不容易 你尽忠 最起码你能够知道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佛法 很多都是你感受到的时候 你突然就明白了 真的 我觉得我读了 大波内凡军 使得很大的受益 很多都变成自己的感受 以前都不不剎剎 石像剥弱是什么 说得吹得转破 就不知道它是什么 真的是这样 真的不对 但是你一下子就说 原来那个就是石像剥弱 同时那也就是法圣 所以法圣 本身就是石像剥弱 所以才叫既法圣既剥弱 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吗 那就是定会一体 它两个完全一起 那个定就是体空的 那个会是他本有 定会是一体的 那你没有一体的时候 等词的时候就有空 空里面的智慧 但它合在一起 空就是智慧 无二无别 了解我所说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那个静态中的静坐 很重要 所以这部经真的很殊胜 也许我这个学习这一部 种种就在里面 一直不断的突破 所以佛陀在讲 赞叹这部 这是千真万缺 所以你主要懂 你没有尝过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个可以让你完全知道 原来是这样 所以无有相貌 世间所无 你怎么去看 你在世间怎么去看 你可以讲了一大堆的 很多庙里 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世间所无 那在这里面 底下就说到 何等为实 一则有五 何等为五 那这十四功德 都是你修行大虐盘经 受词独众 为人演说书学 书学就是流传 因为古代 经书 没有印刷 没有印刷书 都是用手抄的 抄了送给人家去研究 所以受词 书学就是等于送给人家 红传 演说为人家讲说 那一面 你研究一面讲说 解形 相应 解形并进 有三宝的未得力加持 让你能够 让你能够从 解物而入相应 如 见焉 至到火 所以让你能够 刹那看到 这样的一幕 虽然不能一直涌住 不见得你 你天天都会有这个境界 现前 对不对 在现前的时候 你就认得他 而且在现前的时候 菩萨要告诉你 就是他 就是让你很清楚 所以到佛那边 有个好处 可以让你知道 或者说 即使你现起来 你也不知道 算是什么 你知道吗 也许你现前过得不一定 但是你根本不认得 你也不了解 但你有这部经的信息 你有受词之中 这部经 现前就马上 原来 实相剥落就是这个 就是心体 就是法身 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何等为实 这个 修学大剥裂盘经 这十四功德 这实是什么呢 这实是什么 第一则有五 这实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四 第一个 和实里面 只是实里面的其中的 一个就有五 所以这十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的 第一里面就有五了 就五相 所以这个一则 这什么 能够入佛的智慧 底下都入佛的智慧 这五个都是 能够开悟 能够得智慧 这一则有五 这一里面有五 这五个是什么内容呢 所以你看这五个 不是十四功德的五个 要记得 这底下要讲的这五个 那只是十四功德里面 第一项里面 这一项里面就含着五件事情 这样了解这个意思了 就五个 所以你想想看 这十项 如果每一项都有几个 这功德这好几十个啦 所以你看他只是分类 从这十个是分类 第一类就是入智功德 入佛的智慧的功德 这里面有五项 这五个 一则所不闻则 而能得闻 你没有那个阴言 你没有去 没有这个阴言 或者是你看到了 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文字 说到半天 看翻译本也看不懂 看朱节也看不懂 那朱节写得那么清楚 朱佛庙里 溢在眼外 这个是你就看不懂 所不闻则 或者是你应该要看哪个经典 可以提升你的境界 你是找不到 找不到 你应该看哪部经典的法药 但是你修学大波内反经 就有这么奇怪的阴言 就你应该要看的经典 真的就给你看到了 给你翻到了 从看到这本 哇 突然之间大开眼睛 突然 了解他的生意 那或者是你看到了 以前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知道解释什么东西 突然之间一看幻难大悟 欢喜无量 这个就是所不闻者 而能得闻 有这两种含义 所以你学习这部有多数深 因为这部太大了 所以大家 现在大家都想 想找薄一点 所以最薄落是心经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心经很深啊 十相剥落啊 对不对 你要十相剥落啊 很深啊 而能得文 二者文以能为利益 而你得到了这个好处 不是在弹玄说妙 不是在跟他抬杠 在跟他谈话 谈佛法 不是 你真正可以得到受用 你可以升起关照 得到受用 可以压抚你的烦恼 这个受用就很简单 你学佛的受用 不要说什么谈太高深的理论 能够辅助你的谈政治 这就行了 辅助你的三毒 你看看你 你学佛这么 这么久来的过程 三毒被你服得怎么样了 你自己心里明白 不必问谁 或者是脾气还很大 不如意就要发脾气 但是嘴巴讲出来之后 都是佛法 但是这个佛法里面 带着脾气味 对不对 那这个就难有什么功德 所以文以具有得利益 就是很明显的利益 它可以帮助你 无烦恼 可以让你少忧愁 碰到这个事情 本来会非常优励 哎呀 该来就会来 不该来就不会来 随他去 你看我就 对不对 我们学佛人 真的你在学佛 政府规定 你要怎么做 你就要怎么做 像现在什么疫情 但你心是放开的 你该来就要来 不该来就不会来 政府规定怎么 我就过去 要来就来看病 对不对 要呢 如果是得到那种 那种那个羊 少于九十几 这样睡着 这样走的 这样也很好 现在不是说 说什么 那个血羊 对不对 血羊 血里面的羊 这个低于什么八九十 越来越低 睡着 嘴巴还笑笑这样走 这也不错 对不对 对不对 人家说这个很高兴 带着微笑 那谁却随他嘛 你就不要恐惧 这都得到真的受用 不要恐惧 远离恐怖 远离挂爱 远离颠倒梦想 又可以服你的贪圣子 这是得到佛教的受用 你有没有你自己做个考量 如果你理论一大堆 慢性又很大 我觉得又很懂 没有受到人家的尊重 或一定要怎么样 这样你学会 电脱了 佛法不是嘴巴弹的 你要有实际的受用才行 而你学的这个 文理能为利益 这个利益贪生之少 服得住 心里越来越没有挂爱 无有恐怖 看开了 看淡了 该来就来 不该来就不会来 事福不事后 事后都不够 心门看开 对不对 也不会去挂爱人情事故什么东西 你想想 人间直播这里走一招 有缘待在相聚 过去生 记录在我的一心里面 过去所觉的眼前的现前 这结束了以后 又是各奔前处 房前路上不相逢 不此生 今生不像此生度 更待合身度出身 你要有这样的觉寿 活法才真正会感受到受益 所以文则以能为利益 三则能断以后之心 我们学习徒生的了异的经典 看来好像懂 但是心有疑惑 尤其是在文所成会的时候 所以我说文会 在禅宗叫做信物 文所成会 就是你开始接触 听经文法 有些人听经文法 一开始就喜欢读 那个很深的金刚剥落 画画 读那个很深 对不对 叫他看那个最基本的 那个十三夜道经 哇 这个那么浅的十三夜道 那个最重要 最深的是建立在最浅的 真正从段落下手 段落修缮下手 所以你在文所成会 如果你没有真正 忏悔业章 痛改前辉 段落修缮 修福修慧 你很难入诗所成会的 即使你有点体悟 但也不准确 你也看得不广 有时候你一句话 它是很广的 但你只有体会 它一点点一小包 你觉得哦 体会很多 其实外面更广啊 它体会很广啊 所以当你在文会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诗会 这个节目的小小的节目 还在很浅的节目 那有以后 懂是懂会懂 好像懂 好像不懂 那浅的节目 在文会 所以在文会的阶段里面啊 你虽然懂很多 佛法三藏十道部经典 读很多 但是你心里充满了以后 但是嘴巴讲的好像没有以后 内心有以后 你自己明白 这个东西啊 骗不了别人 你自己有没有 有心里自己知道 那谁一定这个时候要实践 那接下来 你到了 到了节目 前节目 也是样有以后 但是已经 觉得 已经看 了解这个意思了 但是不是深入 这个时候就是 一定要用功 广修福费的资量 尤其忍入波罗蜜 碰到 宁心界一定要忍 然后修 菩萨的六度 修福费的资量 将来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 慢慢就有 浅的节目入 深的节目了 对这实相的道理 没有疑过 你了解了 什么无声 什么现象界的本体界 通通理解了 但是你没看到 那节目你没看到 你看到的都是有 都是五一六成 这个佛法很奇怪 你没看到就没有看到 你不理解就 叫不理解 这个时候 你节目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 以后节目说自己正悟 但很像 因为那思想是觉得很玄 很理解这些道理 但是你看出去的 就是财色名识碎 你身见我识还是很重 所以这个时候要赶紧把你节目 无声的道理 空性的道理来观照理想 这个时候就是要用功 我常讲这个时候的阶段 是知难心意 你要懂这道理不容易 不要轻易就把它当成是正量 赶快用功 用功只问根领 不问说 一直到某个阴眼某个阴眼 如果有些你在禅定中 你到了定会等时以后 定会等时 你在禅定 做才能够到达定会 才能清清楚楚 完全清完完全 像入定一样的 这样 千万明明白白 时间过得很快 像入定一样 那个以后 或许你正在实践 等那个六成说法 哪一个时候你就 突然之间 也许你在看清 也许你在跟他讲话 两三句话 给你看到了 见性 像冒见 如焉见 知道佛 看到这个焉 知道他的佛 那真的是全相即信 所以看到了原来 这个法界全体 都是空性的东西 这眼前的五一六六 十八戒一动 你心里也明白 你以前没有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对不对 看到了 哎呦 你明白了 但他会退掉 所以你才有个比例 才有一个对比 哎呦 怎么还没去 对不对 你才知道 以前没看到 因为他会退掉 退掉又再回来 回来又给你看到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相冒见 见性 相冒见 看得更清楚 全相即信 全世即理 世理不二 如焉 看到这个焉 知道有火 看到这个五一六六 说出十八戒 知道他就是信 所以这个就 见诸相 飞相 你已经相依 你见如来 了解了 这就入修所成会 你修行而来的 这是真正在佛经里面 在禅宗里面 讲的正物 已经不是解物了 所以到了相貌见的时候 是大物 是大物 是正物的大物 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 很多禅师 大物大物 对不对 相貌见 那如果是大侧大物 那那了了了见 菩萨了了见 既法身既不落既卸托 完全看到了 那天能够保得住 念念保得住 那就在更上一层 只问根云 不问说后 你好好地把这部大物 涅槃经修学 突然之间 这个东西都是很奇怪的 所以华云钦讲得很清楚 但关十节因缘 你就要去实践 十节因缘一到 好像忘了突然想起来 撕掉突然得到 方形此物 不从外得 你自己圆满基础 一点不差 一点不缺 真的叫做 塔破铁鞋无处密 这得来全部费功夫 在你身上身心旧事 何必去找呢 所以在这里 能断以后之心 你所有的以后都断除 那事则费心正直无奇 费心能够观空 像剥落观照 所以能够远离有无 远离相待有无 两边费心正直无始 就是你能够开现 见到六根 接触六层 开现你的正念 正如心 正念 什么叫邪念 什么叫正念 邪念染了六层 就叫正念 离了六层 染了六层就叫邪念 离了六层就叫正念 所以当然离了六层 那一念心就正念 真如心 所以当你离了六层 统色就相待能守断肠有无 统色就是这样 所以你能够费心正直无奇 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绝对不会有七舍分别坐在两边 这费心正直无奇 这个正直无奇 用个简单的说明 叫用心如镜 像镜子一样 福来福现 汉来汉现 悟来悟现 不僵不隐 无有烦恼 你可以得到这么殊胜 剥落关照 那五则 能知如来密意 是为五事 如来密意是所证的 既法生既剥落既卸脱 各既常乐我尽 你用功 你在用功 你在修禅定的时候 不是文字的汁 文字的汁永远是不汁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好像你没有吃过苹果 你文字看到苹果酸酸甜甜 或者什么 你怎样都不知道 对不对 你怎样都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吃过 但你只要你吃过一口了 又吞进去了 以后你不用在苹果含在嘴里面 你就知道它的味道了 对不对 佛法就是这样 所以啊 能知如来密意 是为五事 这如来密意 不是在文字啊 是你能够感受得到啊 所以你如果有修学着 大玻璃盘经 你可以在禅定中 禅定中 让你体会到 既发生既菠萝 提会到 十项菠萝是什么味道啊 能够知道 在那种平静的时候 没有变化 尝 那种安稳 安详 安静 寂静 热 火 有那个体性 有啊 空极的体性啊 清静之无一 不管多少 你总有肠道的鞭了嘛 这才叫做能够知道 如来密意啊 或者说只是文字随随 不会读 读了你就说知道 如来密意啊 有那么容易吗 不是那么容易啊 知道如来密意 都是你要 修所成为正量 才能够知道 知道如来密意啊 不是在解量 解量用人不知道的 所以我刚才 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你没有吃过苹果 你写的再漂亮的苹果 你就是不知道 对不对 你也不要吃贵啊 你写的 你没有吃过苹果 你写的 哇 这苹果什么味道 多甜多酸什么 写的最好 你永远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吃过 只要你吃过 他那一口 吞到肚子里面 以后啊 知道了 不用写 你也知道了 所以佛法的密意 你要自己去踏击道啊 那哪一部经那么多 我到底用哪一部 可以踏击道这个味道 诶 佛告诉你 同时还跟你说得这么清楚啊 前面讲 大部分人的书圣 在这里再跟你强调 跟你说明啊 能知如来密葬 如来所正的密 秘密相应 所以六祖会能大师说 如若返照 密在如边 你这返照 就要你要相应 密在如边 而不是去外面研究道理啊 所以这是五四 在这五四里面 第一项 是何等不文 而能得文啊 什么叫不文 而能够得文啊 所谓 所谓圣身 唯密之意 一切众生 稀有佛信 圣身 唯密之意 一切众生 稀有佛信 我们在想 这好像大家都知道吧 你随便找一个 也许他还没有学和 还没有三国一 现在网络也很发达 电视有那么多的佛教电视 你跟他讲 要签他来学和 他会跟你讲什么 啊 要不要了 心就是佛 是不是有分到这样的人 一定这么 这种人很多啊 他知道什么心是佛 他嘴巴讲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所以你不要讲 人脸都有佛信 心就是佛 他根本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啊 等到你修学这一步 你 对不对 这个 一切众生 稀有佛信 哎呀 你真的感受到 感受到 真的就稀有佛信啊 因为我现在在用它呢 都是佛信啊 那只是现在 我起心攀念啊 有我 有我 我所啊 所以佛信 在我六根门头 现出来了 变成乌天暗地 所以我们众生 六根门头 乌天暗地啊 像太阳被 乌云挡住了 投射在乌云底下 就是乌天暗地啊 我们就是这样 佛信是有 你会很清楚的感受啊 那如果我心不在往外眼了 我知道他空性了 我慢慢就得 关照你的信了 爱 你的相 烦恼不深 烦恼不深 神智慧啊 贪神智不深 运作起来 就是戒定慧啊 他只有帮助众生啊 那时候的信戒啊 自信戒啊 所以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你就知道佛信 天天做着你身心作用啊 你就知道 我该怎么把佛信开显出来 不是没有佛信啊 只是没有开显出来啊 我天天在用它啊 它没有开显出来 是因为你攀缘啊 你以为外面境界是有的 恋恋攀缘 所以开不出来啊 我现在 借着逆境的修行 慢慢放下在万年 万年放下了 开显出来 你就过个快快乐的生活啊 佛法的受用就在你的身心展现出来啊 所以 一切众生虚有佛信 你真正的理解 所以你看到这一切众生虚有佛信 你看到这就我也知道啊 对不对 那个没有学佛 他还说心就是佛 意境不一样啊 一个是你真正感受到啊 你这个正经很清楚啊 你真的很清楚啊 你真的会修行啊 清楚的人怎么有不修行 就是不清楚才不修行啊 他喜欢谈不修行啊 这就不清楚啊 那真正清楚的人是一定修行啊 人生在这个生命就是要把它 知道了 就要把它开显出来 知道了不开显就都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啊 佛信无量功德啊 不可思议啊 那这个已经中文佛信 佛法众生 佛法众生无有差别啊 那这里众生 生就生团 所以我们归生是生团 归生团 一个生且一个生团 但是在佛法身 它是表法的 佛是表体大 法众生德 法是表向大 剥弱德 生 你看它传佛 慧命啊 利益众生啊 续佛慧命啊 所以它是表用大 泄脱德 所以说三而一而三啊 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是对 借着佛像 借着经书 借着法师的教导 慢慢慢慢这样 一步一步的朝 菩提大道来前进 但有一天 你突然误了自信的时候 才知道原来自信 就是佛法众三宝 所以六祖慧能大师 在谈经里面 把佛法众三宝 说的就是自信三宝 佛则绝也 法则正也 生则敬也 所以我们归佛 要绝而不迷 我们现在是迷啊 所以要把迷去掉 绝而不迷 到了最后呢 迷去掉了 绝也不存 离迷离绝 远下佛道成 恢复你本来的 那法则正也 正知正见 是正念的 正念 没有染上六成的念 正念 正而不邪 邪论染上 染上这五一六成 起是非 起分别 所以正而不邪 归于法 归于正 正而不邪 等到你正把邪 去掉了 黑孩 正也不能存 但是这中道 染境皆不存 这个中道十相心 那是阿纳多罗三秒三 菩提心 那归生 生则清静 所以静而不然 以静去破染 染去掉不能存静 你染去掉存了静 那是四禅四空 四禅的静居天 静也不能存 两边放下 那才真静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大波链盘筋 你修学大波链盘筋 可以通达这个道理 所以无有差别 所以佛法生 三个是一题的 三个是一题 所以你当你要知道 我们如果是出了家 你穿上那件 深宝的衣服 你这一题 它不是代表你一个人 是代表佛法生 代表佛 也代表法 也代表生 就像法生德 一就是剥落德 剥落德就是法生德 所以那个法生德 代表佛 削脱 那剥落德 就是代表法 是不是 是像剥落 那个神清净无然 那削脱德是神 是一题的 所以出战要 三千为以八万细心 因为不是代表你个人 你是代表 三宝 所以我们这行为等等要小心 不能让三宝的形象 不要让佛的形象 要保持佛至高无上的尊贵 从你自己要做起 自己要注意 所以这佛法身中无有差别 我们从外相 像鬼 到了有一天你 发现了 污了自信 知道 原来这三宝就是自信的体相用 这无有差别 三宝性象 常乐我尽 三宝 法身德 剥落德 谢托德 那当然是常乐我尽 这常乐我尽 我前面都跟大家解释过了 没有变化 像镜子 忽来忽现 汉来汉现 镜光没有变化 不受污染 热是无上菩提 绝法热 无上涅槃 极灭热 我是有这个体 但又能够当家做如 这个体叫如来杖 叫了一心 叫真如 说我有这个意义 那镜 只有一个没有污染 染镜皆礼的真镜 又只有一个 他没有染也没有镜 只有一个 那是真镜 用法界一向 只有他 万法为一法之所应 没有第二个 可以碰到他 他怎么不镜呢 所以当然是 过三宝信像 常乐我尽 好 那我们 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三宝信像 常乐我尽 请 请追大德 一起合掌 功念回相机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